歡迎回到吳董談大學 董事長 吳主席啊 今天公開宣布說 郭董你別走啊 我翻譯一下 他說郭董你不要脫黨 我演的 我演的 大概比較像 海角七號那個著名的場景 留下來 或者我看你走啊 我不知道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這個吳敦義荒謬 吳敦義真的 吳敦義是罪魁禍首的 吳敦義的能力 是從這個 在這件事情上面可見一斑 他就是說 這個整件事情 一開始平常心講 我都認為最理想的候選人 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 從我們兩年多來看他的民調 他的信任度一直都維持四十幾個百分點 是 也就是說 吳敦義呢 他就是這個國民黨的初選 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完全是吳敦義一個人私心自用 沒有一個人好端端的會去為了這個黨 去借三千萬四千萬五千萬 然後跑來經營這個黨 他利用這個黨有困難的時候到外面到處去借錢 他借完錢以後呢 他就當了黨主席 當黨主席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選總統 是 結果自己不去檢討為什麼他的民調一直下滑 結果一直出點子搞對方 他第一個搞就是搞朱立倫 朱立倫活生生被他搞死了 所以朱立倫這個人啊 才眼睛 這個 他還跑去拍這個韓國瑜馬屁啊 馬上表示團結黨中央神經病 韓國瑜現在要利用誰 韓國瑜只是跟吳敦義一個人合作 韓國瑜在這個過渡的過程當中 只跟吳敦義結合 因為韓國瑜那個所謂的庶民的力量 他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沒有辦法選總統 那你朱立倫有個屁用 朱立倫在哪裡 朱立倫在哪裡 桃園 桃園沒什麼 桃園有鄭文燦 朱立倫進都進不去 新北市嘛 新北市是誰 就是侯友宜 侯友宜的民意支持度七成多 七成呢 開玩笑 他會甩你朱立倫嗎 朱立倫進不去的嘛 所以侯友宜會不會支持這個韓國瑜啊 覺得不可能支持嘛 就是我當過警政署署長 當過警察學校的大學校的校長 我領導多少博士生 然後我讀多少的書 然後我們柯P最天才 他韓國瑜的書只夠當北龍總經理用 哎呦 走開了 韓國瑜的書只夠當北龍總經理用 那就是果菜花卉嘛 什麼都沒有嘛 還有肥料 荒來 柯P也是荒唐 李柯P知道 他老婆還叫我讀心理科學的書 然後他老婆自己去研究巴拉松 巴拉瓜農藥 不管嘛 就是李柯P小看了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老婆讀很多書的 要讀心理學啦 這心理學 起碼李柯P雅之伯格 你還沒有看好他已經不心理學了什麼 我說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整個故事的荒謬啊 這國民黨的肥皂劇啊 典型的肥皂劇 好 現在 你現在看很簡單 郭台銘現在日本講一句話嘛 零到六歲的國家一樣 你國民黨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回應 沒有人回應啊 是 你沒有回應他的理想 他跟你講 我有使命感 我有理想 我有抱負 我愛中華民國 是 那他對中華民國的愛 跟他的理想 跟他的抱負 你們沒有人回應 對 你們氣之乳必喜 把他當作放肥 沒人接他 然後一直講說你不要走 我為什麼要跟你國民黨混 就跟民進黨一樣嘛 我剛剛講了嘛 今天柯比獎很好啊 一個草包一個菜包啊 高雄林小姐 如果這個菜包啊 我也回不了啊 是 你們別人沒有回給菜包啦 是 做我們的總主席一樣 我不是 我現在也不是民進黨員了啦 是 我現在就跟電視機面前宣佈 我這票絕對不會回給菜包 好不好 不要說什麼回民進黨啦 我的票都不投給他 還回民進黨 我跟你講 這麼簡單的道理嘛 菜包不行嘛 菜包就是個罵包 就是無人之輩嘛 那草包更別提 那是恐怖嘛 是恐怖分子嘛 是 台灣碰到這兩咖 怎麼搞嘛 他就沉淪下去了嘛 就裡面有一半的罪魁禍首 是吳敦義幹的 然後吳敦義現在 沒有人處理郭台銘嘛 然後每天製造謠言 今天有個謠言講說 郭台銘準備要起義了 要什麼起義 宣佈參選 對 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謠言滿天飛的 你知道吧 然後呢 我跟你講 一堆人喔 我都了解 我跟大家宣布 透露這個 絕密的消息啦 就是說一堆重量級人士 在這邊謹衣夜行啊 你知道吧 到處去尋找機會 尋找什麼機會 都好意的 你知道吧 想要跟 把柯P跟郭董兩個 把他到座會 有很多人在進行這個工作 有確實很多人在做 我們也 不要聽那個檯面上的新聞的說法 但是 郭跟柯兩個 怎麼搞在一起呢 麻煩很大啊 所以這個烏對義沒有去 懂這個問題的要害 你要先請教烏子嘉嘛 怎麼樣叫郭董不要離開嘛 這個要先問我 我這個是康寧醫院執行長 我關醫生的 你知道嗎 我專門在看病 那個急診科的醫生一來 我病人一進來 我跟 所以 柯P跟我打屁的時候最開心 因為我懂醫療啊 我又當 我當過醫管嘛 我就送了一天 我算得很清楚 我說柯P啊 你如果退下去 沒有當市長 你一個月可以領多少錢 開業醫 健保一咖 PPF 你抽成 然後我掛號費多少 我都算給他聽 他聽完就知道 啊我比陳佩琪比較久 他就知道了 我就好算這個啦 我幹 我講很簡單的 你要懂得今天 柯P在想什麼 你要懂得郭董在想什麼 郭董明天跟柯P兩個 就算去法院公正結婚好了 去選總統 會贏嗎 我跟你說不會贏 沒有贏啦 我簡直跟你講啦 所以 問題就是今天他們兩個話都講得很清楚嘛 嗯 今天 柯P講了嘛 一個菜包嘛 一個草包嘛 對 我 我跟他煩惱這兩個 我平常講 我是跟柯P 婆 婆有同感 心有氣氣焉耶 我最近心情很壞 所以網 網友有說我看起來我精神不好 是 晚上做噩夢你知道嗎 我睡四個小時就被噩夢嚇醒了 你夢到什麼 你夢到 我夢到這兩個當總統啊 我夢到這兩個當總統啊 我以為你夢到韓國瑜來親你一下 哈哈 我看這兩個 我夢到韓國瑜啦 我夢到韓國瑜當總統啊 是 要嚇醒了你知道嗎 真的喔 兩天夢到韓國瑜當總統 我嚇死了你知道嗎 我真的有 我有四個小時 我睡四個小時 晚上就沒辦法睡了 我已經變成這個精神脆弱 是 真的被他們這兩個人嚇壞了 一個菜包一個肉包嘛 對 這兩個菜包再幹下去 就跟過去四年一樣 就台灣經濟沒有發展 所以你看到沒有今天 蘇貞昌被罵得不要臉 然後不敢回應嘛 他就屁都不敢放嘛 他就講不出話來嘛 對不對 你這幹了 輸了三十萬票 對 人家幹行政院長 到今天也講不出來 台灣經濟怎麼發展嘛 對 台灣未來道路怎麼走 公伟一句話講不出來 蔡英文到了美國去出口轉內銷 講不出一個國家大政方針 只有講到雇主權嘛 他搞這一套就是反中啊 沒有本書嘛 沒有本事搞發展 做任何事情一定是這樣子 做生意我們講的開源跟節流 我要省錢 另外我要發展 發展要靠創新靠科技 那這些人 民進黨的人 沒有一個人 講得出來 只會搞權力鬥爭 對 把賴清德搞死 哇那個招式伶俐 厲害的不得了 對 明天你跟我講說 你去搞一個 讓台灣 我們一年GDP變成多 大概現在從兩萬五變三萬五好不好 他沒有再老公 然後他怎麼講 哎呀老公要來了 我們要跟老公幹 這是恐怖 又哈想 他搞什麼 什麼中共代理人法 他幹嘛 他的目的就是要 他只有一個辦法 他是幹什麼你知道吧 他修理自己的同胞 他要強化台灣人 很有報 面對阿強也沒有交 一點招都沒有 做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呢 他拿阿公來嚇你 然後呢 他當總統 他當行政院長 他菊姐當秘書長 大家分 分贓分得好開心啊 很簡單啊 為什麼我說科幣比他們好 科幣不貪污嘛 科幣絕對不會貪污嘛 就簡單的嘛 他們一定貪污 韓國瑜不用貪了 已經貪了 對不對 已經講了前面一大堆 雲林這種 哎 我們小時候怎麼講 就雖然的時候 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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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那麼 從小時候 一路一路 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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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做了 所以這些問題 吳丁毅不去解決 這就是很簡單 郭台銘要想東西 郭台銘關心的不是他鴻海 不是他要賺一千億兩千億嘛 郭台銘要關心的是 台灣未來這條路要怎麼走嘛 對不對 那柯P想要說 哎呦 你這兩個出來我死啊 我不是他想 不是他煩惱嘛 他煩惱嘛 他也開始有教 有開始跟我一樣要吃鎮定劑啦 他吃高血壓藥啊 他不是每次那個心臟會跳得比較高 所以柯P也被嚇得睡不著叫你知道嗎 那真的 他真的開始研發原子彈啊 對 這個不研發原子彈不得了啊 這兩個一出來的話 太恐怖了 台灣就下沉了 地層下陷 我告訴你 沉落到海底去了 台灣不去了 嚇死了 這兩千人做總統台灣 要怎麼砸錢 所以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人叫沈富雄 嚇壞了 到處在 四個口中 還要想去找這個沈富雄搞不好 每天罵柯P最近還想找柯P談一談 是 愛國愛國愛國 我說這個事情就是 所以很多人已經被這兩個人嚇壞了 然後只有吳敦毅 你知道吧 他身在暴風眼的核心 然後不為所動 然後就等著當他的黨主席 還等著把黨產分回來 七千億 七百億黨產 對 搞這種東西 好那我現在講很簡單 那柯P跟郭董兩個合起來會不會贏 不會贏 單獨選會不會贏 不會贏 那怎麼辦 這才是台灣的大問題 這才是柯P現在面臨的困難 要去研發原子蛋 等一下 董長我打個擦一下 在進入柯P的問題之前我先問一下 那吳敦毅到底有沒有機會把郭董留下來 我們今天的標題要先回應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 我現在講吳敦毅就是流頭不對馬嘴 郭董關切的問題 郭董跟蔡英文 跟這個韓國瑜的差異在哪裡 他到底搞懂了沒有 郭台銘只有一個主張 郭台銘主張跟美國供應鏈結合起來 發展台灣經濟 對 最近機會大好 郭台銘的主張就是跟美國日本台灣三國聯合起來 幹韓國嘛 現在要把韓國跟日本自己幹起來了 對對對 天載藍風的良機嘛 台灣變成一個技術產業的一個中等強國嘛 就是郭台銘就是一個主張而已 吹的都沒好 他說你到六歲後我都不要管他了 他就是一個產業發展政策而已嘛 那現在韓國瑜是什麼 韓國瑜是要台灣一起賣水果發大財嘛 把台灣變成香港化嘛 對 就變成了中國大陸一部分嘛 對 就是這個主張啊 是 然後後面有一個叫做還有一個好處 就講過嘛 就一夫多妻子嘛 是是是 大家會嫁娶個妻子啦 就一夫五個老婆嘛 那這個面對他這個差異性 吳敬英有去處理嗎 沒有 吳敬英起碼還要講說 郭台銘講的很多政策喔 對本黨來講是重大資產 我們本黨候選人喔 在全代會通過的時候要做要去推動 這個2020的競選黨綱的時候 因為競選有競領啦 對 競選綱領不見得是候選人提耶 對 要是黨來提出一個競選綱領 在德國每一年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競選綱領 美國的競選綱領 是其實跟他就是他的國家政策嘛 是 那個競選綱領是大家千錘百鏈 辯論衝擊創意這樣創造出來 他們現在大家現在也沒人談這個 現在搞了半天就是旺中在決定 是 就是韓國瑜兩個在決定 對 就是決定國家未來 所以吳敬義喔 他本身就是 為什麼人家說白痴白痴 是 他不是白痴 他不是白痴 他基本政治素量有問題 我剛剛講很簡單嘛 都是我國民黨的候選人五個人 我就來一個政策研究小組 把五個人的優點 通通放進來 好 郭台銘最棒的就是他的 科技產業振興的一個策略 我們變成 他肯定郭台銘的想法 把變成國民黨的政綱 這個就不得了啦 是 你郭台銘怎麼走啊 郭台銘沒得走耶 你主張的事情 雖然你落選 可是我國民黨幫你執行耶 郭台銘為什麼要離開 是 就是你這一票人喔 不會幹我要幹的事嘛 你偷情摸狗嘛 講得太好了 你懂嗎 講得太好了 後來明一定要走嘛 為什麼 柯P有沒有可能幹 柯P有可能喔 柯P有可能跟郭台銘幹 郭台銘想幹的事喔 因為柯P很單純啊 他台大醫學院教授嘛 是 很簡單 這個對啊 對 坦白的 我也跟過 我跟那個 侯友宜市長私下講過郭台銘這幾招啊 這個厚 這個厚 這個來幹啊 侯市長就有眼光 一聽就知道這是好東西啊 所以侯友宜 聽到郭台銘有這種 跟川普利用中美貿易冷戰 然後用美國 日本 台灣 重建美國供應鏈 變成科技的強國 變成下一代的未來台灣的 變成科技的產業強國 那麼好的一個產品 侯友宜聽完就 讚 這你要去跟他說 要大聲去跟他說 讓新人知道 我跟他沒學 我聽他講 我覺得不錯啦 對不對 我跟他沒有交情 我講的事都很簡單 我們用客觀談 今天我是黨主席 對 這都以為我們還要用嘛 強迫 韓國瑜你用 郭台銘這個 這個主張嘛 嗯 郭台銘的主張 要請郭台銘來指導嘛 郭台銘就沒對照啊 你國民黨要實踐我的理想 我怎麼會離開國民黨呢 是 對他現在不是 是 他說大家 是不是行政院長 然後 不分區立法委員 他媽的 他把不分區立法委員 給郭台銘幹 郭台銘幹 你是你 老大瓜進水了吧 頭老進那邊豆腐老了嘛 是 郭台銘會在乎你一個不分區立法委員嗎 當然是 所以這些短視淺見的小人啊 是如何無法 是沒有辦法交涉你知道嗎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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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本是兩個世界 對 不同的世界的人在那邊打交道你知道嗎 所以郭台銘一定跟他幹的嘛 郭台銘怎麼不離開 我現在郭台銘還沒回台灣 我在這邊分析 光講我剛剛講這個主張 欸 你們別人為台灣好的事情 你們國民黨把我動作 動作什麼 動作本手 對不對 你把我動作順子 你而已 我給你拚 你一定離開嘛 對不對 當然要離開 但是什麼人 很簡單 呼群保益 我跟你講 我有正當性跟你幹 當然郭台銘的產品 我跟柯P呼籲喔 柯P要注意喔 你要研發原子彈的時候 請你把郭台銘的 又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六 對 郭台銘有又二三六 放到你的原子彈裡面 你柯P的原子彈研發成功 好 我們誠心的祝福柯P真的找到原子彈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原料 好 好